亞洲五角籃球賽已經進行第三週的賽事了 香港隊在第一週的時候 就在這個跑馬地的主場裡面擊敗了韓國隊 很可惜上週他們去到阿拉伯海灣作客的時候輸了 不過沒關係 今天他們將會再次在這個跑馬地的勝利主場出擊 將會迎戰上屆的亞軍哈薩克隊 而一班粉絲和小朋友就認為這場比賽誰贏 韓國隊 對 除了這班小朋友到場支持之外 現場一共吸引了三千名球迷入場打氣 紅衣的香港隊這一場士氣高昂 為了保住出戰下年籃球世界盃的一線生機 即使面對著新穿白色衣服的哈薩克隊 這一隊上屆的亞軍兼世界排名第27球隊 港隊仍然毫無畏懼 開賽沒多久 港隊就得到一次罰球的機會 他們派出他們的主力射手A.密堅去主射 這球尼門大概22碼 他成功為港隊打開紀錄領先3比0 之後對手在20碼裏面再一次侵犯香港隊的球員 送多一次罰球的機會給香港隊 而這一球罰球當然又是由他們11號的主力射手A.密堅 再次為他們主射的 這位射手上場因為香港隊入了4、5球這個罰球 沒錯,又是他射 一射,射完這一球再拿3分領先到6比0 可惜他們領先的優勢保持不久 就被哈薩克同樣搏一球罰球的機會 球正是以這一球港隊犯規由哈薩克主射罰球 這一球罰球之後他們連取兩球罰球的分數 將比數追成6比6平手 港隊之後再由他們射手A.密堅入另一球罰球 比數領先到9比6 之後戰況一直陷入膠著的階段 直至完半場前30秒 港隊又一次突破了 由3號的何巴擺脫多名對方的防守後衛 成功達陣 港隊也都將領先優勢擴大至14比6 看回慢鏡 看到何巴一個人擺脫4、5個後衛 成功去到底線這裡 這個比數也都直至完上半場 香港隊以19比15贏了哈薩克隊 連入兩球罰球 將比數追至15比19 但這個比數直至完場 香港隊以19比15贏了哈薩克隊 香港隊以19比15贏了哈薩克隊 下場 其實很好的 給我們兩個星期休息 去備戰日本 知道日本很強大 我們都要盡量不要讓他們 我們的目標都是把他們贏 贏日本 還有我們現在 都未算是排第二 所以我們都不可以放鬆 降落 Lavible